1993年,华盛顿发生了两起离奇命案 死者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两名法官 他们一人头部中枪死在了床上 另一人被活活勒死在了电影院 除了同一天遇害之外 人们几乎查不到他们之间的任何联系 甚至其中一人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 即便如此,他仍然没有逃过被杀的命运 这就意味着他的头脑仍然对某些人存在威胁 凶手究竟在害怕什么 谋杀案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惊人的秘密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纸歌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了一部 由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犯罪悬疑片 《唐鹅暗杀力》 命案很快就传到了总统的耳朵里 最高法院代表的是国家 凶手的行为无疑是在向国家宣战 总统立刻召集了FBI局长和CIA负责人 两名法官是在警方保护下遇害的 总统认为是安检环节出了问题 于是便让他们调查一下 暗杀是否跟政府部门有关 主人公戴比是法学院的一名学生 他的男友是学院的大学教授 当听到这条新闻的时候 男友非常震惊 多年前他曾给其中一名法官做过秘书 那时候他就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 现在更是时日无多 马上就要总统大选了 凶手迫不及待地除掉他 应该是怕他干预大选结果 戴比对这个案子非常感兴趣 自己主修的又是法学系 所以便私下开始了调查 未来的一段时间里 戴比频繁地出入图书馆和法院档案室 他从两名受害者支持的法案入手 希望能找到两人之间的共同点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 戴比终于有所发现 他将资料整理成文档 用男友的话来说 他的发现会让所有调查部门眼红 不过戴比却不准备公开 自己只是出于好奇而已 并不想跟这种事情扯上关系 几天后 白宫拟定了最高法官的候选名单 幸运的是戴比的男友 也在候选人行列 这天晚上 男友将联邦调查局的胖律师 约了出来 他是FBI局长的首席律师 男友跟他关系不错 所以就把女友的调查报告交给了他 里边暗示了谁是杀害两名法官的凶手 第二天一早 先锋暴记者格雷 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有个叫贾西亚的人声称 知道是谁杀死了两名法官 他在办公室里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虽然格雷猜到对方使用了假名字 但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看到的东西 有没有留下备份 这件事情牵扯的太多了 贾西亚思来想去还是挂断了通话 格雷通过来电号码 查到了对方使用的电话亭 他知道对方一定还会再打过来 所以就跟同事打了声招呼 如果有人找自己 就让他打自己的手机好 果然第二天 贾西亚就又打来了电话 只是他不知道 格雷已经在不远处拍下了他的照片 贾西亚之所以不敢过多透露 主要是不确定格雷的为人 尽管格雷做足了保证 对方还是拿不定主意 就在他离开电话亭之后 格雷急忙追了上去 但贾西亚非常谨慎 上了一辆出租车就离开了 另一边CIA局长将一份调查报告 递交给了总统秘书 这是代比的男友交给胖律师的 虽然一看就知道是外行人写的 但里边却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名字 局长担心这份报告会对总统不利 所以才提交了上来 晚上代比跟男友来餐厅吃饭 因为男友喝了酒 代比便提议送他回去 不过男友却坚持自己开车 然而他刚转动钥匙 汽车就发生了爆炸 好在代比没有搭乘他的车子 突如其来的变故对代比打击非常大 但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 车子不会无缘无故爆炸 一定有人在里面安装了炸弹 两天前 男友将调查报告交给了律师好友 难道是这份报告触碰到了某些人的利益 所以才会遭到灭口吗 回家之后 代比给胖律师打去电话 男友被炸死 自己大概率也在被追杀 他想知道都有谁看过那份报告 胖律师表示 局长将报告提交给了白宫 这份报告已经流出FBI了 究竟是谁暗杀了男友 他也说不好 另一边 总统找来了FBI局长 他们派出了十几名探员 去验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总统觉得他们有点大动干戈 万一被媒体得到风声 将会对自己的选举非常不利 局长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他的意思是让自己停止调查吗 最近这段时间 总统秘书串通媒体 声称是FBI保护不利 才导致了两名法官的死 其实局长并不在乎谁是凶手 只要秘书不再搞他 自己就愿意放弃调查 总统会心一笑 两人的意见暂时达成了一致 晚上代比回到了住处 不过他刚进电梯 就察觉到有人在盯着自己 不用菜也知道 对方肯定是来暗杀自己的 所以代比就趁对方不备 一个箭步冲了出去 对方自然不会轻易放弃 好在有人群作为掩护代比 才成功逃脱 在另一家酒店安顿下来之后 代比又给胖律师打去电话 询问他有没有跟FBI局长谈话 那份报告究竟泄露到了哪里 胖律师表示 明天晚上有个告别仪式 自己到时候会跟他聊这个问题 多耽搁一天就多一天危险 代比不想把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所以他要给格雷打去电话 两人并不认识 代比只是听男友说过 他很欣赏格雷这个人 代比一五一十地说出了事情经过 自己整理了一份档案 里面暗示了谁是杀害两名法官的凶手 男友将这份档案交给了FBI的一个朋友 但是却走漏了风声 最终导致男友被炸死 代比打了电话是想让格雷帮忙弄到一份总统竞选捐款人名单 对于媒体工作者来说 弄到这份名单不算什么难事 但问题是自己为什么要相信一个陌生人 代比表示 因为那份档案就是自己写的 他知道谁是杀人凶手 如果格雷想得到这条新闻 就只能相信自己 说着就挂断了电话 代比以为自己的行踪已经非常隐蔽了 殊不知他的一举一动 全都在CIA的监视之下 只不过CIA的目标不是杀死他 而是通过他弄清楚一切的真相 晚上 代比把闺蜜约了出来 他想让闺蜜去参加男友的追悼会 然后放话说代比去丹佛的姑妈家了 杀手明天肯定会去抓人 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混淆视听 为了这次见面 代比故意打扮得很朴素 但即便如此 还是吸引了一名男子的主意 他非常高调地向代比示好 甚至在大街上唱起了情歌 然而正是这个举动引起了杀手的主意 他疯狂地向代比冲过来 好在有热心人帮代比打掩护 才让他又逃过了一劲 接二连三的实力让金柱非常不满 于是他们便调用了一名职业杀手 让他去执行暗杀任务 当天晚上 代比再次给胖律师打去电话 他本就不想卷入这场纷争 比起让凶手伏法 他更想活命 胖律师非常理解代比的处境 所以他刚刚找来三名FBI的朋友 明天就可以送他出城 胖律师虽然是男友的朋友 但是跟代比却并未见过面 为了更快找到对方 代比让他穿长衬衫 戴个红帽子来河边的月台找自己 挂断电话之后 胖律师就去洗澡了 然而他刚回到床上 就被藏在柜子里的杀手 一枪打死了 紧接着 杀手从桌子下面拿出监听器 两人的约定也全都被他听到了 转眼到了见面的时间 杀手按照对方的要求 穿上长衬衫 戴着红帽子就去赴约了 代比很快就发现了他 在确定了对方的身份之后 便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落脚 就在代比放松警惕的时候 杀手小心翼翼地 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枪 眼看阴谋就要得逞了 无远处 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将杀手打死了 代比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吓得他头也不回地就逃走了 回到旅店之后 代比给格雷打去电话 希望能跟他见一面 之前有个叫贾西亚的人 也声称有凶手的消息 但后来就断了联络 代比必须说出点线索 以证明他确实知道内幕 代比说出了男友和胖律师的名字 他们都刚遇害不久 胖律师是FBI局长的首席律师 格雷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当天下午 格雷来到了代比入住的酒店 他刚刚已经证实过了 代比的男友确实是被炸死的 胖律师也已经遇害 尤其是后者 FBI根本就没有公开 所以他才会相信代比的话 格雷对调查案的内容非常好奇 里边究竟提到了什么 才让他们招来杀身之祸呢 事已至此 代比也不再隐瞒 1979年 一位石油大亨在特瑞拜地区 发现了大量石油 想要开采 就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 但问题就在于 石油上面是一片沼泽地 开采石油就势必会污染环境 结果就因为石油大亨是总统竞选的捐款大户 政府就批准了这条危害沼泽生态的油管 当地的环保组织对此极为不满 于是便一指诉状将石油大亨告上了法庭 为了赢下这场官司 石油大亨不惜花费重金召集了所有一流律师 而环保组织只有两位律师在奋力抵抗 结局自然以失败告终 但幸运的是 油田中心靠近水鸟保护区 水鸟的数量因为污染问题 在急剧减少 尤其是一种叫糖鹅的鸟泪 甚至到了灭绝的边缘 环保组织抓住这个题材 召集全国专家作证 他们用了整整七年才重新提起诉讼 虽然陪审团为了保住饭碗 判石油大亨胜诉 但法官却认为 环保组织的观点很有道理 于是便下达了开采禁令 石油大亨不服判决 就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 但法院判决至少需要三到五年 想要尽快赢得官司 叫除掉最高法院中 有环保意识的人 否则等到白宫一主 一切就都来不及了 没错 近期遇害的两名法官 就是支持环保组织的 石油大亨根本就不在乎 这些人的生死 不久之前 有个叫贾西亚的人 联系过格雷 声称在办公地点 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石油大亨收买过很多律师 贾西亚说不定 就在其中一家律所工作 华盛顿只有两家律所 被石油大亨雇佣过 只要找到贾西亚 说不定就能找到证据 格雷试图说服戴比 跟自己一同前往 不过戴比却拒绝了他 自己只有24岁 还无法将生死置之度外 回到报社之后 格雷将自己的发现 汇报给了主编 他想做一期新闻 曝光总统和石油大亨的黑量 不过主编却阻止了他 格雷根本就没有证据 贾西亚联系不上 戴比也不愿意出面作证 尽管格雷的推测很合理 但报社无法将推测的东西等报 更何况 这次的矛头指向的还是总统 晚上 格雷独自在河边的木屋里发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发现 外边有个人影在晃动 他拿着猎枪 小心翼翼地来到门口 发现来人竟然是戴比 原来戴比始终都没有放弃 他之所以拒绝格雷 是担心两人的聊天被监听 画面来到白宫 秘书向总统汇报了一件事 先锋报的格雷 曾不止一次向白宫内线探听 唐鹅档案的存在 这就说明他还对当年的案件穷追不舍 如果这件事被曝光出来 人们会怎么想 总统的最大金主杀害了两名法官 为的就是让总统提名两个更听话的候选人 以便他开采石油 不久之前 总统让FBI局长放弃调查 如果新闻报出来的同时 局长在火上浇油 那么总统就很难连任了 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提名两个热衷环保的法官 这样即便事情曝光出来 总统也可以撇清责任 画面一转 格雷二人也开始了他们的计划 贾西亚很可能是 华盛顿两家律所其中一家的员工 而这两家律所都在乔治城法学院招募实习生 格雷曾拍到了贾西亚的照片 现在只要找到在那里实习过的学生 说不定就有人能认出他 代比伪装成律所的人士 然后以重建新资弹为由 要来了当时的实习生名单 名单上只有五个人 经过逐一排查 其中四个人都没有见过贾西亚 最后一名叫爱德华的学生又联系不上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 有个学生突然追上来 声称爱德华因为吸毒 被父母送到了私人医院 有了这个线索 两人很快就找到了爱德华 而结果也如他们预想的那样 爱德华确实认识贾西亚 他的真名叫摩根 在九层石油天然气部门上班 这对二人来说绝对是重大发现 但他们不能泄露真实身份 所以戴比又故技重施 伪装成客户去石油天然气部门 谈生意 听说他要找摩根的时候 前台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便找来了部门负责人 原来摩根一周前就遇害了 他遇到街头混混抢劫 然后被开枪打死 虽然表面上是一场意外 但戴比心里很清楚 摩根是因为知道的太多被谋杀的 任何跟案件相关的人 都逃不了被杀的命运 戴比心里瞬间传来了一股窒息感 而他的表情变化 也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再聊下去戴比就要暴露了 于是他便以对方服务态度不好为由 匆匆离开了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 绝不能就这么轻易就断了 所以戈雷便找上了摩根妻子 询问丈夫生前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妻子表示 自己整理书桌的时候 偶然发现了一把银行保险柜的钥匙 但他们从未在那家银行开过户 妻子本想去查一下 结果因为心情太差 这件事也就搁置了 戈雷瞬间就看到了希望 摩根知道暗杀的内幕 保险柜里的东西 很可能就是他提到的证据 戈雷不想让摩根妻子冒险 于是便提出 由自己去寻找真相 戈雷跟戴比一门心思的寻找线索 殊不知他们的行踪已经被杀手们盯上了 趁着二人前往银行的空档 杀手偷偷在戈雷的车子上安装了炸弹 因为有摩根妻子提供的信息 戴比很顺利就打开了保险柜 里边有一盘录像带和一叠文件 文件中详细描述了石油大亨 跟律师事务所的勾当 这些足以证明 戴比整理的答案是准确的 戈雷兴高采烈的准备去曝光他们 然而车子却怎么也启动不了 当初男友被炸死之前 车子同样遇到了无法打火的情况 想必这辆车子也被动过了手脚 所以戴比就拉着戈雷汽车逃走了 证据在二人手上 杀手绝不会轻易放他们离开 于是便驾驶着车子向他们冲了过来 但因为速度过快 他一头就撞在了那辆 被安装了炸弹的汽车上 回到报社之后 戈雷在报社主编的陪动下 观看了摩根留下的录像 原来不久之前 摩根拿错了同事的代理案件 里面有一张备忘录 上面清晰地写着 唐娥案件至少要四年才会审理完毕 如果让两位法官退休 事情将会进展得更顺利 虽然备忘录上没有著名客户的名字 但那位同事只有一个客户 就是石油大亨 后来没多久 两名法官就遇害了 摩根坚信这件事就是石油大亨干的 本以为不说出来就没事 但那群人似乎盯上了自己 摩根留下录像 就是为了把自己的死亡真相告诉妻子 至此 一切真相打败 格雷撰稿揭露了所有人的罪行 石油大亨写给律师的备忘录 上面明确提出要暗杀两位法官 事发后 总统又命令FBI局长放弃调查 这无疑将总统跟石油大亨联系到了一起 报道发出去之后 FBI成立了大陪审团 他们会将石油大亨绳制一发 一旦对方落网 总统的连任计划也会泡汤 影片的最后 戴比在格雷的护送下 前往了一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 这里没有政治 没有勾心斗角 迎接他的将是一段全新的人生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唐鹅暗杀令于1993年上映 由著名演员朱莉亚 罗伯茨和丹泽尔华盛顿联合主演 虽然是一部以法律为题材的电影 但查明真相的过程却惊心斗魄 两个多小时的剧情丝毫不拖泥带水 在揭露政治腐败的同时 一位观众呈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 唐鹅暗杀令并不是一部 太容易看懂的电影 老政客兼隐晦的台词 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都给案情蒙上了一层迷雾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 影片中有哪些不易被察觉的细节 首先究竟是谁杀死了戴币的男友 案发之后FBI查到了一条线索 有个叫拉默的恐怖分子 在两名法官遇害前就入境了 两名法官和戴币的男友 全都死在了他的手上 不管是FBI还是CIA 还是总统的势力 他们都不会跟恐怖分子撤上关系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 恐怖分子是石油大亨雇佣的 为的就是帮他扫清障碍 第二个问题 这个恐怖分子又是被谁除掉的 凶手伪装成胖吕是想要杀死戴币 然而他刚准备动手 就被人一枪击毙了 影片结尾戴币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 局长表示 那个人很可能是被CIA除掉的 戴币的调查报告 让CIA负责人很感兴趣 所以便派手下监视戴币 同时也在保护他 其实在整部影片当中 FBI和CIA都持中立态度 无论证据如何改变 他们都不会惹火上身 这就是为什么FBI局长会跟总统谈条件 只要不搞自己 他就愿意放弃调查 那么问题来了 总统为什么只限制FBI调查 而没有限制CIA呢 答案是不用限制 CIA的全称是中央情报局 主要职责范围就是美国以外的其他国际地区 它在美国本土是没有执法权的 而法官遇害案发生在国内 所以CIA即便掌握了证据 也无法提起诉讼 影片为了揭露政治腐败问题 添加了大量与社会背景相契合的元素 感兴趣的人会觉得非常有看点 不感兴趣的人只沉浸在揭秘的过程中 也不会觉得枯燥 总而言之 《腾暗杀令》是一部既值得细细品味 又不失乐趣的影片 推荐给喜欢这里题材的朋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解收 记得查案点赞 帮指哥获得更多推荐 你们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